在七毒马东离笋农李文良协助指导下 市议员张耿辉和李文良分别亲手挖出新鲜的绿竹笋 植核亮一级棒的基隆绿竹笋随时准备上市 由于基隆生产的绿竹笋非常好吃 一般来说从端午节五月份开始到九月份进入盛产季节 李文良指出今年绿竹笋的品质应该还算不错 像今年的竹笋产量还不错 因为水分过 像我们最近雨水还是过 今年的竹笋特别好吃 特别的嫩 欢迎我们游客有空可以来到马林 马东这个地方 可以来这里体验我们这个农民的生活 不过山珠和山腔也开始蠢蠢欲动 幸好争取多年 装设电网的构想已经获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意补助 原则上大约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补助近八成 农友自付两成多的经费 已经有四位农友愿意装上电网 希望今年赶快装上装好 有效防止山珠以及山腔啃食绿竹笋 我们现在是盛产 盛产但是农民就开始在烦恼的地方 就是说山腔还有山珠已经开始在出没 那今年还好市政府有跟那个就是 警务局有申请 现在目前我们有四位农民 今年会装那个电网 试试看能不能够防治这些隐身动物 让农民这个生活比较好过一点 感谢政府的努力 跟我们有照顾我们农民 能够让我们农民安心一点 就这样就看情形 看我们电网装下去的效果 如果效果好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轻松了 效果如果不好还是一样 还是要找店人来帮忙 升迁基隆市休闲农业协会理事长的市议员张耿辉 也欢迎市民好朋友 以及外地游客都可以利用暑假来欺度休闲农员 采买以及品尝好吃的基隆绿竹笋 人在这边也代表我们休闲农业理事长 诚恳地邀请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尤其我们知道有收看我们中家电视的好朋友 能够利用这个已经暑假也即将来临了 这段期间带个小朋友能够来DIY体验 我们农民的辛苦 然后跟做一些我们的尤其现在盛展期的是栗子笋 而且我们这边的甜兔 所种植的栗子笋非常甜美 好像跟那个水梨一样的好吃 然后我想在这边也欢迎我们所有好朋友 能够来我们这个休闲农业所属的一些农员区里面来采利损 体会到我们农民的辛苦 然后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到附近的休闲农业的餐厅 可以享受非常在地的美食 节省的欢迎大家 损农们也向张耿辉反映 希望市政府可以协助和餐厅业者们多联系 或是办理活动采买基隆生产的绿竹笋 用来做菜既可以帮助笋农稳定收入 也可以行销基隆在地好吃的绿竹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